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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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枝月 放飞了思念 昨日期许的永远 穿越烟火飞旋 同往的好月 绚立了你我初见 清晨到黄昏 拱手的誓言 一次次微笑情愿 当时光的突件 珍藏了感言 勝負着梦的碎片 这个世界总会有 为你而击伴的我 陪伴中的深情 就在没有了尽头 时空的樱花 又浅气的温柔 让回忆自如漂流 这个世界总会有 为你而击伴的我 心像动声跳 如另一颗心的闪烁 感动还是惊叹 散落在身后 爱就是最美时刻 感动还是惊叹 散落在身后 爱就是最美时刻 是最美的 大人 那青袍人 为了抢夺账本 杀人并且栽赃 无此处 则是和李许一众 他们到底在为谁办事 至今还不清楚 要尽快找到真账本 否则死的人会更多 白宝珍生性多疑 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放到他人手里 所以这个真账本 应该还在白负 青袍人应该很快就知道 账本是假的 除了我们之外 想要真账本的人 一定会去姑苏的 那属下速去趟姑苏 取回真账本 属下愿意陪展大人 一同前往 这 展慧 不然就让莫姑娘 想陪你走一趟 不必 我一人去即可 莫不快 你还是留在开封府 听令吧 展大人 多个人多分力量嘛 再说了 我也就是武功比你差一点 说不定路上 还有个照应呢 展某只是不愿 让莫姑娘涉嫌 独自行事干脆利落 况且 你的街还没有寻完 不能查案 那我回来再寻 不行 那我回来多寻 几次总行了吧 寻街是公务 岂能胡闹 那我去公务苏巡 胡闹 你才胡闹呢 好了 别吵了 两个人一起去 相互也有个照应 多谢包大人 我现在去收拾 大人 包大人 公司先生 你们这是 白宝镇一案十分复杂 不仅牵扯到了李许和青袍人 连大内侍卫 也牵连其中 奔赴十分地担心 所以你此行 一定要多加小心 展卉 大人替你担心了一夜 基本上没怎么睡 你看大人的脸色 都苍白了不少 我有吗 展昭定不如使命 还有莫不快 大人放心 属下定会好好管教他 不让他胡来 我是让你好好照顾他 属下遵命 这莫不快呢 不会是睡过头了吧 谁说我迟到了 包大人早 公司先生早 展大人早 好 你们放心吧 我一定能拿到账本 马到成功 走吧 莫姑娘 展大人 敢不敢比试一下啊 比什么 我们看谁快 到了姑苏之后 谁先拿到账本 账本就归谁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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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赴护爵有些不放心啊 大人不必担心 有他人在 此行十纳九稳 我倒是有些担心斩户 哎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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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各走各的吗 你跟着我干嘛 前往姑苏的路只有一条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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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路骨魂野鬼 你们千万不要认错人啊 我只是路过而已 你别来找我 你也害怕是吧 一会儿 你走前面 我在后面保护你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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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前面 你走前面呀 展大人 好巧啊 是啊 只有一条路 确实很巧 走 展大人 你不敢路了 夜间行路不安全 歇一晚再走 我 走 走 走 开封府的人 已经在来孤苏的路上了 要不要属下先去 不用 我自有安排 来人 属下在 替我给开封府的人 带句话 告诫他们 要知难而退 属下遵命 什么情况 有关 过来吧 你叫我吗 过来烤烤火 好 展大人听到了蝉声吗 听到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蝉 是冤魂化作的 他叫着说明他在喊冤 没有 你杀过人吗 杀过 不怕鬼吗 死在我剑下的人并不冤 所以我不怕 你也杀过人 没有啊 那你怕什么 我怕这些冤魂认错人 好厉害啊 展大人 你教教我呗 怎么做到的 投掷时 注意力放在目标上 眼神看往前方 再来 又没中 再来 你 手臂手腕放松 把你的手 尽量地带到你的肩部 挥动小臂 带动手腕之处 试试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不学了不学了 这也太难了 有没有那种简单的 比如遇到困境 可以马上逃脱的方法呀 没有 你 现在我们到姑苏来查案子 你要是教我一些本领 我可以自保的 以后也不用拖累你了嘛 好 我教你 要看八荒 雨徒漫长 孙子兵法有云 不可胜传 手也 意思是 敌人若是无稽可成 不可被击败时 且手而带着 你牵一掌 重逢落 尽此伤人 勇坠重装 如果敌人有机可成 可以被击败时 那就出奇招之声 就是功责有欲 今儿就练到这儿吧 嗯 我的冲晓膏 怎么只剩下两块了 明明带了一包的 都掉了 陈大人 你也吃一块吧 我虽然只有两块了 但真的很好吃 你尝尝 谢谢 这重阳膏确实好吃 可就是甜不饱肚子呀 你给了我 你怎么办啊 我还有 谢谢 展大人 好好好 这烤馒头 跟我五哥做的一样 所以你有六个哥哥 其实是五个哥哥和一个三姐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啊 他们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大侠 身怀绝技 斩尖除恶 你不会只是想知道 他们私底下的样子吧 嗯 他们是很好的人 就像包大人和薇薇姐一样 我小时候在山上长大 师父走得早 就是他们照顾我的 对我特别好 大哥教我药力 二哥教我武功 三姐教我认风水 四哥五哥带我下山出去玩 就这个六哥 没几年就离开蜀中 战死在沙场上了 这一次 我自己偷偷跑下山 没想到跑了这么远 要是被他们逮回去啊 还不知道怎么惩罚我呢 你一个人从蜀中来开封 不害怕吗 害怕呀 可是我不想在山上 被他们保护着 成为拖油瓶 我也想自己一个人闯江湖 名扬天下 成为大名鼎鼎的 鼠中第七个 对了 展大人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的故事 你也说说你的呗 你不是江湖上的南侠吗 你为什么会在开封府任职啊 大哥哥 大哥哥 我也能像你一样 行侠仗义吗 为了弥补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啊 快点吃 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赶路呢 我说了那么多 你是在敷衍我 你们这些坏蛋 南侠展召在此 休得放散 快点 南侠展召在此 休得放散 危险快上来 晚小六 么有你 喝 在你 王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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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 刘宋 寶安 跟 Brau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够吗 不够的话我再多给你几个 你一个人跑出去 又不怕了 我不是饿极了的话 我自己会出去找吃的吗 就你 真够小气的 睡觉还在底下垫着包袱 想偷你几个馒头都偷不着 对了 到时候我们各走各的啊 前面有个茶疗 你要是饿了 给你买点面吃 面 姑娘看看糕点啊 店家 两碗面 好嘞 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三文 这个呢 这个两文 你需要多少我帮你包起来 算了 我不饿啊 需要再来啊 好大的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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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把衣服换了 不然会生病 这儿也没有门啊 怎么换啊 而且我包袱里面都是吃的 我打算去公宿重新买衣服的 我去给你守着 我换好了你进来吧 你衣服也湿了 你去换吧 我出去等你 不用 外面没地方躲雨 它应该也湿透了吧 包裹里面有吃的 吃完赶紧把衣服烤干了 红豆糕与猪油糕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姑娘 看看糕点啊 这个多少钱 没想到 你平常看着挺呆吧呢 做起事来还蛮细心的嘛 谢谢啊 走 走 回去禀告王爷 人我们已经找到了 人我们已经找到了 走 坐 两位小心台阶 慢点 两位客官这边请 对啊 嗯 二位今儿运气可真好 咱们这儿一共七间独栋客房 唯独这两间 天子一号 天子二号 是最为上好的两间上房 至于怎么分 二位请自便 天兵天将天到时就是哪一个 天兵天将天到时就是哪一个 嗯 二位跟了展某一路 不知所为何事 展昭 万尔乃受宁静王爷所托 让你速速带着你的人离开孤苏 否则后果自负 我要是不呢 此事复杂 你若是还要一意孤行 就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 包大人命展某下江南 也曾经跟我说过其中的厉害 命展某一定要小心行事 既然此事牵扯到宁王 关乎皇家威严 这开封府再大 也归朝廷管辖 弃菊宝帅的道理 展某都明白 希望展大人说到做到 不要再插手离许一事 我二人也是奉命行事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告辞 狗官 你们什么意思 弃菊宝帅 谁是菊 谁是帅 莫不快 展昭 看好你的下人 若是不从 杀无赦 你敢 你放手 你还顶不出来 我是缓兵之机 我刚刚是故意那么说的 我刚听得清清楚楚的 你们说弃菊宝帅 你们想放弃我哥 保什么狗屁宁静是不是 不是 宁静位高权重 你们官官相护 当官的 没有一个好东西 表面上都是秉公执法 其实私底下都是一样的 你信不过我 难道你信不过包大人 包大人他也是当官的 他明知道我哥无罪 为什么不放了他 他就是想保这个宁静 看来这个宁静和包大人 就是实属一物 住口 你怎可辱敌包大人 包大人怎么了 我偏要说 不光是包大人 皇上也可以说 只要他犯了错 堵断了天下人的嘴吗 我不会让账本到你手里的 好 不光是 这一笔 我为我们凭之家 传统 王上 普行 什么 楼又 彈得真好听 吵死了 吵死了 别弹了 整日就弹着破琴 有什么可弹的 二夫人 如今司马家已经说好了 只要你嫁给司马老爷 他们就会好好待你 不知你还在降什么 当初这桩婚事 爹爹早已做主拒绝 本就无需在意 如今爹爹过世 他们欺我白家无人 又强行成亲 盈玉绝不会强 这司马家可是江南望族 不就是司马老爷年纪大了些吗 你别以为你还是曾经的千金大小姐 老爷生前恃宠你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人早晚要时时知悟 百善孝未先 盈玉决定要为爹爹守孝 你 儿夫人 请回吧 你 你敢不听我的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姐 小姐 这个白家小姐还真是窝囊啊 静坐长思几过 闲谈莫论人非 你怎么在这儿 莫姑娘 我想与你谈一谈白天发生的事情 是你误会我了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狗官 绝对不能让你拿到账本 本姑娘要自己去拿 莫姑娘 今晚好好休息 明日咱们一同前去白府办事 这个月色真好啊 活动活动一会儿好睡觉 困了 这个丑猫 耳朵还挺灵的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我让你好好睡一觉 展大人 展大人你睡了吗 展大人 帮我开下门呗 展大人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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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下门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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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洒了 何事 展大人 事后我仔细琢磨了一遍 事我误会你了 我特意待了好酒 向你赔礼道歉的 莫不快 其实你不用这样的 当然要这样了 我从小在山上长大 又不懂得什么公门规矩 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 这个酒啊 就全当是我赔礼道歉了 请吧 来呀 好 既然如此 那展某便引下慈悲 望你我二人物生嫌隙 共同办好此案 请吧 来 来 干杯 今天月色这么好 我觉得呀 差这个下酒菜 展大人 我好像记得 你是不是带了馒头呀 给我一个呗 我太饿了 好啊 会不会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来呀 喝酒呀 喝酒呀 你 水今宜泥草 看雨下 好 好 你怎么在这儿 你觉得你下那些药对我有作用吗 我 亲眼 来 衙门办案没你这样的 你这是私闯民宅 你不是也在这儿吗 你也私闯民宅 我是来抓你的 账本在你那儿不安全 给我 账本在你那儿也不安全 你之前剪我那些药也不好用啊 你把账本给我 好 把传门给我 传门我来保管 不得在意 是 斩护啊 看来今天是非要管这个事了 既然如此 得罪了 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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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贼啊 抓贼啊 走 你放在拦着我干嘛 若不是你不交出账本 账本根本不会被抢走 如今形势不明 好几波大内侍卫 都为账本而来 追上去会有危险 你考虑过这些没有 我看你就是做戏给我看 你赶紧把账本给我 跟进我 展兄 我们又见面了 资楚兄深夜到访 所为何事啊 王爷得知展兄到访孤苏 特来邀请一聚 王爷 展母冒昧 不知王爷所为何事 展兄去了便知 又是这个宁静 我也要去 那就劳烦紫楚兄带路 原因是 我 经 Harley Today 王爷 人已带到 参见王爷 御某展昭 果然名不虚传 不愧是皇上面前唯一的带刀侍卫 王爷说笑了 是皇上台 听闻你向来独来独往 此番怎么带了个丫头来办公 我不是什么丫头 我是补快 不知王爷邀请属下到此 所为何事 一件小事 账本留下 人走 不可能 我管你是什么王爷 你想要账本 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你这丫头啊 提议倒是很中肯哪 紫蜀 王爷恕罪 莫补快向来心直口快 还望王爷见谅 展昭受包大人所托 无论是莫补快还是账本 都要平安回到开封府 恕难从命 本王又不听那包黑子的 若是王爷执意抢账本 那属下 只好冒犯了 展昭 你已经冒犯本王了 本王知道 展护卫武功高强 若本王出了什么差池 想必展护卫 定是无法交差 这样吧 本王 给你个面子 如今你我二人 各有半份账本 不如我们下棋打赌 赌注 便是这账本 谁若赢了 便把账本双手奉上 如何 账本并非儿戏 朕昭恕难从命 你这是在博本王的面子 信不信本王一句话 就诛了你们开封府 比就比 你想怎么比 本王同时与你们两个人下棋 一心二用啊 掐牵嘴利 如果你们二人 赢了本王的话 我便双手 把账本奉上 如果你们有一方输了 那就交出你们的账本 打道回府 子楚 摆棋 是 王爷 王爷 我 坐太久退麻了 慢点 别动吹别动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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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起来扶起来 王爷 王爷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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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要让别人说我欺负一件女子 胚子先行 你织黑子吧 织黑子了 长护卫的奇迹自然是不必本王谦绕 那我就织黑子了 你织黑子了 对了 一直顾着下棋忘了招呼二位了 子楚 快去书房看看那个银耳莲子根顿好了没有 记住啊 顿烂乎点 别像上次一样 牙扯好几天 好的 王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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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的笑 盛开了夙月 我延练 雨绵延 微风扬 绚然心之间 愿那彼此 彼身体贴 来成全 如果你爱着 就不要爱过 无离别 就算不夜天 千里路再远 痴痴间 岁月把故事 讲述给秋叶 一如从前 深情 融化 胸口的箭 沉满甘愿 如果你爱着 就不要爱过 无离别 就算不夜天 千里路再远 痴痴间 岁月把故事 讲述给秋叶 一如从前 深情 融化 胸口的箭 沉满甘愿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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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